今天又在這裏起步了 這裏是麥理浩徑的終點 這裏是第200之處 去哪裏呢? 又是由這裏上 上九徑山 如果今天帶了相機和腳架 是預了會拍照的 所以會很慢 很美的位置 現在已經是中五十二點 陽光直曬 但是呢 穿過樹葉 穿過樹葉灑下來的陽光是很美的 直去都可以上到引水道 但是我就走正途 爬樓梯 不要看少這條樓梯 都很辛苦的 到了觀山位了 人家已經走完 轉左 好 到了觀山位 有條路的 未走過 這次試試走這條路 原來是通在引水道這個位的 這條樓梯 是落在剛才的分岔位 已經看到了 下次可以在這裏上了 好 然後 看到鄉 有個類似橋的東西 走上來 走上來 要走過 旁邊這裏過去 要不然 就要下水了 要不然 走旁邊那條路 繞過去 就經全環境 走這裏就會快些 有少少危險性 就是這樣走 一尺位 嘩 過來了 沒錯 就是這條路 平時 在這邊落山 就是上面的位置下來 過了這條水道 然後走回 黃色欄杆的條門徑 落到剛才觀音的位置 以後可以走這裏 快一點 人少一點 多斜 看到這裏有另一條路 以前沒有的 現在 第一次看到 不知道去哪裏 正常應該走前面這條路 上去 差不多最高那裏 然後就沿著山石上 這裏還沒走過 怎樣 不如試試走 反正走那裏是沒有什麼看的 要上去高位 山最高位才有要看 現在回望一下 今天天氣真是好 這條路 強度大很多 斜很多 這條路 很斜 到了一個小平台 在殿塔旁邊 嘩 主要是太曬 但如果不曬就沒個母天 兩難 五點半到天黑 所以 都是不好了 這個位置不是另一條路上來的那個 其實走這邊輕鬆很多 我上了很少 這麼辛苦 其實下面那個位置 白白的那個位置 就是走斜路 上到之後 再上到這裏 很近 所以 我選擇走這邊 是比較辛苦的 因為走得比較緊 吸氣就會 好 繼續上 下面有個大石頭 站上去 打卡 繼續向前走 這裏有比較大的石頭 這條路是很多大石頭的 所以走這條路 其實主要原因就是 你看這些大石頭 九徑山這邊 全部都是石頭 嘩 多大 那些什麼天地之床 其實都是這樣 一塊大的石頭瓶 很難的 不難啊 這個 雙手山的東西都可以上過 看這裏有東西可以踩 嘩 這樣就上來了 嘩 這塊石多大 沒有大風啊 這個樓梯 是人妻出來的 這塊石有些字 兩邊都有路 不過我還沒走過 很大塊石 這邊也有一條路下去的 也是下去引水道 我現在是向上的 這塊石被人剋了兩個字 是無遺 上面那塊也有兩個字 是無遺 好 繼續向上 剛剛過了無常那塊石之後 我來到這個分叉路 這裏就上去無遺石那裏 前面呢 有個叫做鬧鐘石 有些人又叫做豆腐石 有些人又叫做十字石 總之 是一塊裂開了的石 這裏就看到了 很近的 下去看看 小心 這些是什麼 都幾漂亮 無黏 好 到了 幾快 一分鐘也不用 到這塊石頭 到這塊石頭 上面呢 這裏有兩塊小石 是一塊石頭 裂開了 扎了下去 另一塊石頭 另一塊石頭 是十字形的分開了 看上去就好像鬧鐘一樣 所以才叫鬧鐘石 近距離看看 其實很大的 我的手也很肥 放進去 放進去 完全沒有問題 不管它叫什麼石 都幾有趣 豆腐石 十字石 鬧鐘石 都沒有所謂 都看到它是 大自然的力量 好 回來了 幾快 一分鐘不夠 繼續在這條路上 這裏就可以 回到剛才那位 在這條路上 繼續向上 上面是無遺的石頭 嘩 這些才是線 這些全部都是碎沙 有些人說是浮沙 我小學的時候 看過浮沙是什麼 我知道這些不是浮沙 我讀書少 不要騙我 不要騙我 好 這裡是無遺 其實黑得很漂亮 好 繼續上 上面就是這個 刀子石 這個就黑得差一點 無遺的兩個字 看起來好像是求求其其 字款都不同 站上去無遺的石頭看看 無遺的石頭 嘩 風很大 好 都快要脫走我 現在浴缸了 所以拍出來 剛剛 這裏看到下面有很多石頭 應該都是可以玩的 不過我怕我沒什麼時間 還是不想斗徑山呢 在旁邊的山仔 就回頭 看看怎樣 嘩 這裏 嘩 這裏大了 嘩 這裏作了一個山洞出來 石頭 嘩 這裏看出去就是這樣 上次在這裏拍過照 嘩 這裏修煉真是棒 嘩 這裏看 這樣 這樣 嘩 這裏有一個大蛇 在大蛇旁邊經過 鎚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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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鎚 看個人鎚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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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鎚 有人留下手蜜 保重不要自己拿下去 拿下山丟掉垃圾桶很难吗? 稍后跟着前面的路上 上面是大鸟石 现在有条河 很窄很窄的路 如果身形比较肥胖 觉得自己过不了 就可以走回沿路下去 我现在因为戴着相机 我可以走回沿路 免得刮到 我是过到的 但是我不想自己的相机刮到 所以我在这里 拿回去 走回沿路 在这里下来了 其实就是走回这条路 走回这条路 在这边走 那就不用迫向那些垃圾 如果刚才垃圾那里 就是这条路下来的 在大鸟石后面又有另一个石洞 应该都是同一个人而作出来的 好的 开始斜了 这条路 这条路 斜过刚才所有路 虽然很短 但是很斜 虽然很斜 但是很短 这条路 又是肥到什么 这条路 其实是这样的 去它后面的山洞 看看 在这个位置 走过的路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条路 休息足夠了,在這裏收買了一部相機 沒什麼拍攝 還要說不定 海水 雪 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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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個分岔路 要是向左要是繼續向上 向上就直接上山頂 這個山頭 接著就過旁邊的山頭 旁邊的山頭有幾個大蛇很漂亮 如果這條路直去的話 就是省略了上面這兩個山頭 然後直至在前面這裏 就沿著這條路上九徑山 我是會上這個山頂看看的 他們的標有多有趣 用粉筆畫成一條魚 魚筆 噢! 穩穩的地方 哇! 好開啊! 看到斷門了 龍珠島 哇! 灰灰地 但是很漂亮 一樣是很漂亮 你看看地下 這樣就代表很多人走這邊 已經看到第二個山頭了 好! 上來了 看第二個山頭 是嗎? 幾近 剛才那裏 這裏呢 走這邊是看這塊石 他們說這塊叫做 元寶石 好像元寶一樣 在哪個位置看才像元寶呢 這裡 黃金石 有人寫了紙 黃金石 金元寶 好啊! 前面還有一個大平台 前面這個 這裏頗有心 特意安裝一個 腳踏在這裏 嘩! 這裏真是很威大 還有一個方向 你看看 那些小小 不知道怎樣 很準的 上次對過 東南石筆是一模一樣的 嘩! 下面還有一些石 很漂亮 他們裂開的時候 可能全部都是3,800個 風吹雨打之下 圓潤了 咦! 突然看到他們的標 他們是走這裡的 咦! 其實跟他們走這條 未走過的山 未走過的山路 下山呢 好! 時間又不是很晚 走去黃藝燈 怕不夠時間 但是走這邊呢 就可以探索一下真路 其實不是探索 是跟別人走 咦! 沒有了我的標 去了哪裏 難道下了去 下面的石頭那裏 好! 似乎好像是 下面有一條路 下面一條路 下面一條路 好棒! 現在好無聊 哈哈 又不想拿相機出來拍攝 下面就是這條山 跌下山 跌下山 但是這邊呢 沒有試過的 有個樹仔 又休息一會 吃個蛋糕仔 喝幾口水 補充一下 下山 就會 走這條路 沒有走過的路 下山 因為是 隱水到之後 還有一段路 才走回這城市 這些是水流下來的路 這隻是恐龍頭 準備擦開口 準備擦開口 先吃點草 拍出來不知如何 現場看起來很漂亮 這裏是大蛇上滑下去的 這個鯨魚頭 這隻鯨魚頭 真是三文魚 合起來了 露了少許草 嘩這隻鯨魚頭很漂亮 這隻鯨魚尖鯨鯨鯨鯨鯨鯨 這隻鯨魚頭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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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走前面這條山脊 挺好玩的 挺辛苦的 好像是辛苦的 這邊好像是長一點 今天在鯨魚頭 這樣一切 那些鯨魚頭很漂亮 這裡是鯨魚頭 在外面那些鯨魚頭 地方真的不錯 涉及鯨魚頭 哪個鯨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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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祈福的東西來的 即是把幾塊石帶在一起 是祈福的 還有應該是藏族才這樣做 藏全佛教才這樣做 看到這塊石很大很大 我的鏡頭這麼歪 它都啞了一半 這裏好漂亮 這裏好多石 前面有一堆石 可以在這裏玩一下 下面那塊石很平 離開得很平 腳趾頭落到有點痛 脫了雙鞋先休息一下 等腳趾弓可以休息一下 這些石全部都很大塊 好漂亮 再看一看 我下得很慢 人家可能半個小時就下到人隧道 這個山真的很多石頭 向著屯門這邊 同一座山在另一邊就沒有那麼多石頭 看這個石頭有多光滑 對嗎 中間是裂開了的 可能下面這塊跟原本是一塊的 很光滑 令我想起金融小說 無良玉壁 無良玉壁 嘩 這裏有一個大盒屋 小盒屋 水沖出去 水沖出去 下來一點點 就看到有一塊大石 原來有人上來 有人上來 也有人走上來 又被噴了一次 但又是看不清楚它噴什麼 是不是天賴 天賴 海角 天賴 天賴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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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顏色很舒服 紅又很紅,綠又很綠 這塊石又有點像 又是看不清楚什麼 剛才一個人走到另一邊 抬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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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很漂亮啊,又有幾塊大石頭 哇,快要掉下去 哈哈哈,我滑了眼睛 哈哈哈,很搞笑啊,這是什麼石? 哈哈哈,又繼續向前走 這塊石頭又很有趣 又在魚奶旁邊,很容易掉下去 哦,這個沒有那麼容易 唉,切得很緊 這些醋真是很漂亮 啊,沒有了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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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有兩條路 先看一看,好漂亮哦 好 好 好 進去吧 現在走回頭看看 地下有很多屁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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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已經裂開了 這兩塊石頭原本也是一塊 裂開了 又見到這條魚 下面是沒有腦子的 這塊大石頭 這裡玩石真棒 很多石頭 隨處一看就是石頭 這些很明顯不是狗的糞便 一定是野生動物 不過不知道是野豬還是什麼 野豬好像都不是這樣的 這麼長條 它應該是比較小隻的 走回頭 回到剛才的分岔位 那邊 他們特地找一些難走的路 走走 好 回到剛才走過這個網 沒錯 又見到他們的箭墜 是我喜歡的松樹 好漂亮 好漂亮 又有人在石頭寫字 大陸垃圾蟲 你猜一定是大陸人丟的嗎 你這樣寫畫 你和垃圾蟲有什麼分別 生黏的葉 好漂亮啊 你看看 哇這個石頭真是大 又有人在噴字 空桃木路 好漂亮喔 哈哈 好多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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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看石頭真是好滿足 看這棵樹旁 好大塊石 好漂亮 不過 五瘦樓 嘩 好大塊 這個也很大塊 現在是一塊藍石的雙邊 好大塊 本來想走 看到這塊石頭 先過來看看 哇 齊齊齊的 轉開得很厲害 這棵樹也很厲害 在那裡生存 好整齊 好整齊 好像永遠都割開 割豆腐一樣 噢 這裏以前有人玩攀石 打了很多釘 射些什麼 究竟 2022年 1月27號 你愛牠 牠愛不愛你呀 這次就吃得很漂亮 噴東西呢 第一樣要素就是 這次要靚 這次靚的時候 你噴東西 只要是正常的東西 人們就會 沒有那麼反感 應該快要落底了 咦 這條路 旁邊有一個平台 還要是石屎地 噢是大石頭 嘩這個石頭 又是一個很平的石 好厲害 這邊也有條路 大目標 這邊呢 已經見到下面 印隧道的馬路了 走這邊呢 有個線墜 走這邊呢 到呢 這條路好美呀 可以再玩 可以從這邊上去 在那邊下 都不錯呀 我覺得 是這個位置下來的 這裡走回去很近的 今天好玩 好好玩 好玩過 落王彌敦 好 拜拜 拜拜 再見 下次見 4點多 快到5點 好不好去演壞日落呢 風香樹來的 好玩喔 大堂 這裏 還沒紅 好玩 那麽就玩一日了